HELLO 大家好,這條影片是打王泉玲,是之前拍下的 本來也想用這條影片做一個解說,但一直都沒有說 這次陣容就帶了粵度,嘉莉,春麗,和孫瑜 我覺得這個陣容都蠻適合打這關的 因為有技有極運的角色,加上有情技有孫瑜這個有情技 春麗其實我覺得都OK的,春麗打這關是OK的,因為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比較想像中好用的 這樣是不是最好用的角色就不敢說了 嘩,這條陰谷,一隻巴克都殺不死,差點沒命 這裡,想想一下,日葬加尼加速 好 這樣 一開球應該用反射角色卡死巴赫線,正常是這樣打 但因為我這場卡不到,沒辦法 始終不熟的關係,都不要緊,殺光了 2血 2血我建議,首先打死那隻回血那隻,左上那隻 對啦,其次就先打死巴赫線 對啦 這裡,我們先撞人魚有情,直接卡死了 OK 非常漂亮,這下可以殺了一些紅鬼,紅鬼的放反傷都很麻煩 紅鬼是很麻煩的,人魚撞死他 留意了那個牆就會彈起來了 就是會彈起來了,那快要回血就 哇,好棒喔,這裡我選擇回血 這隻黃泉其實本身就不太大威脅 OKOK 為什麼我選擇月毒做一個極運角色,因為相對水碟來說 我覺得月毒的攻擊力是會好一點的 太好了 OK 這場應該換不到血,那就直接殺了黃泉 春麗,可不可以上來回血,不行 糟糕 我命優異 那打得,嘩,避開了那些有情記 好厲害,這下真是 特地都沒那麼漂亮 好麻煩喔 應該殺得死的應該 中夠力殺的應該 春麗那個有情記了 因為我覺得這關,因為牆的關係呢 我覺得春麗是很多機會可以貼到這隻黃泉的 大部份的情況下都可以貼到這隻黃泉的 所以我覺得她的有情記應該可以發揮得不錯的 因為這關很多石牆的關係呢 你會發覺春麗是很容易可以貼到這隻黃泉的 對啦,她的有情記經常都BAN到很多血的 這裡我建議是殺了兩隻 回血的那隻乾弟先啦 當然巴哈如果你殺到最好的 這個卡,嘩,這下真是漂亮的,神經病 直接卡死,春麗 這裡先撞人魚,殺小怪緊要,千奇 那又回到這隻黃旁邊啦,你看這下真是漂亮的 殺到小怪之餘,她又可以貼著這隻黃 那...我們孕魚打平回血吧,撞完春麗 留意王泉上面呢,七彎的倒數是...八包來的 那即是七彎內要殺 那有人魚在這裡你就應該不用擔心那個...輸出不夠的 人魚的火力應該夠的,這下如果放下去就PK了 嘩,她...喂,喂,喂,這樣彈出來怎麼搞錯 撞春麗呢,求求你啦 來 咦 那我過不了她的,都是,她下面有石牆 浪費了春麗貼得這麼漂亮 這下... 出回去先,亂撞,撞一撞回血 OK,好,好,好,完成 又傷害逼 直接上下都死了,撞到春麗的話應該就死了 春麗不中的,怎麼也有二十多萬吧,應該有二十萬貨仔 OK,那韓鐵也很好看 那接著這關就... 嘉莉的位置超漂亮,可以直接卡死那兩隻怪 那我看我能不能上去撞到... 這個人魚不行,不要緊 那其實盡快卡死的紅鬼有好處 因為紅鬼是放這個傷害的,是很麻煩的 那它有機會一會阻止你回血的 那那那些火龍仔那個三彎倒數是會放睡眠的 那也是很麻煩的 那睡眠一次一次是會有兩個target的 哇,小心那隻巴哈放這個 哇,那隻藍鬼就是爆炸的一彎 但是這個應該可以殺到,OK 那月毒可以回滿了一陣子 對,這裡回滿吧 OK,OK,OK,OK 那巴哈下彎就放這個豆豆炮 哎呀,這樣也撞不到這隻人軟 但是嘉莉其實挺大力的 嘉莉本身的三彎是屬於高的 但是他那個絕招真是雞樣的 就是雞樣的 其實巴哈跟那個牆的距離是不足以下卡死 除非是弱點 也未必卡死,所以我就不建議這樣薄的 那一般來說的次序我建議是殺了這隻回血線 接著就到兩隻細巴哈 對,因為那兩隻細巴哈不死你就... 其實也挺麻煩的,可以這樣說 看看能不能撞弱點 最好撞不到人魚了 哎呀 唉呀,糟糕 那大巴哈就只有三彎就放這個大技人 豆豆炮 唉呀 好,卡死了一隻 春藝這裡要...這裡應該就要開技啊,春藝 會不會開呢? 啊,不開啊 如果我再選一次,我可能真的會開技 因為不開技,我覺得有點危險 就是一彎,這裡已經很危險了 我已經... 這裡真的開... 其實可以開人魚的絕招博訓到他打的機率太低了 所以我也是聽天由命了 看看這裡 可以 OK,回到,回到,哎呀 那三隻 春藝很有義氣的,幫他吃光了 超有義氣的 那這個位置漂亮啊,這場 那兩彎後他又會放怕,那就要快點放聲啊 看看 什麼事 哇,這裡應該...應該殺到 這裡...直接撞吧 搞定 最壞人魚在那個位置 因為人魚撞到,是找殺的 那就OK啦 那...黃關啦 其實剛剛那關,如果你真的不夠打,要開絕招的 那關是不要緊要,一定要開的 OK,那這裡的打法就是先稱的... 那這個卡路當然是卡路先啦 要不然是正常先稱喚血怪先啦 等一下,B沒見 那我們撞有情 其實這個陣有缺點,應該是... 其實應該是有一隻爆炸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換...如果你不用春藝換一隻爆炸會是... 無論對加速,或者對人魚的飛彈,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用春藝因為貪他的那個... 有情技都挺好用的 而且春藝本身就高速 而且他就吃光了兩個陷阱 他有反傷加飛行 OK,這下我們殺了那隻... 不是,殺了那隻回血先啦 KMT, I'm check 春藝應該回到血跡 我們撞一撞 吃到的Hurder應該OK 撞不到加尼,可惜 那接著... 這裏回血了,我們這裏真的會回血 不會血真的會搞出人命 我可以吃一把劍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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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NICE NICE 那越毒,親手殺他媽媽 那這裏血一定會回滿 加上下速 會不會太美呢? 越毒,你看越毒的威力就是... 就是這裏了 第一行血就輕鬆的 2血啦 2血也是很麻煩,因為2血有大巴克 打法方面,我建議就... 嘩,這下這麼美 好吸引 卡,我先說,不要說太多 其實正常又是那句,應該要殺了那兩隻回血先 因為回血兩隻就剩下4-3回合 如果是他們兩個倒數完就白爆就釘了 加上他有回血牆給你 所以一定是先回血的 這次打得輕鬆的 因為是漂亮的 兩彎之內就殺了一隻大巴克 加上那兩隻回血怪 只剩下黃泉騎,根本就不難打了 這裏很輕鬆的 OK OK 嘩,怎麼打都會贏 但我看看怎麼打得更加好看 OK 因為你有閱讀加上人魚 人魚這兩個在這裏 是不用擔心輸出不夠 我們先掃了個雷線 嘩,真棒 天助有 那他已經不用玩了 有魂有石 春泥 我們吃了一把劍 撞到人魚 嘩,神經病 這場怎麼打得這麼漂亮 超級正 就是所有東西都很順 很順 這裏打法都是那一句 先回血 接著就 巴哈或者分身 但是我有人魚在這裏就 一次過Banner 我自己是很怕巴哈的 所以我會先殺了巴哈 但是分身的腳是很容易卡到的 這裏就要殺了一隻 跟大家說 這隻腳是超級... 即是 現在閱讀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卡到的 這裏我們 撞弱點 先殺掉巴哈 那春泥 隨便按一隻都可以了 哦,按一隻 下回合那隻分身會放這個... 噴毒 直接卡死了 咳 這樣就已經贏了 這裏,這裏亂玩 這裏你真的亂玩都贏了 可以聽說 三個絕招 我們看看我能不能打藥 其實不應該這樣開的 不過算了 反正... 嘩,都扣... 開得這麼隨便都有 但他吃了劍 所以有二百多萬 其實正常這樣開是不漂亮的 對啦,正常不要這樣開 但他又貼着那隻王 哇,這次... 春泥的那隻貼著那隻王 這次應該很痛 Y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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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oow Feralize Spi pa l' Qi 那便越多開技了 這裏,中不中藥,那是沒甚麼影響 因為下彎家來的絕招必... 必死啊 看他們可以撞到人魚 這裏,如果撞到人魚就應該即秒了 撞不到,Oh fuck 不要緊啦 整場打得...我不知道你覺得是運氣還是什麼... 整場打得很順暢 但我們台版已經沒得打了 台版已經沒了王全靈 我們等到5.3版才能打 你可以看看這套片 也不要參考我怎樣打 未有這樣的本事 你可以記下掛了一些位置 以及應該先打哪一隻 你的打法不一定跟我一樣 但你可以先當是一個特集 如果未有王全靈的朋友 跟我說他該死了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王全靈見 拜拜